将在今年年中推出的112年的追加预算当中 纳入电动机车的这个项目 那我们预计呢 是会编列超过1万台以上的这个电动机车 补助预算纳入在112年的追加预算当中 那上限大概是1万多少台 那我们仍然在评估中 不过我们提出来的部分绝对是会超过1万台 那我们目前的补助方法跟大家报告说明一下 我们还是每台按照我们在选举时候所说的地方政府 每一台会补助3万块 3万块 那这个是会是属于他们新购的部分 然后呢 大家应该如果熟悉目前的补助政策 应该了解到中央现在分两个部分 对于个人来申请电动机车新购是有补助的 这其中能源局据我们的了解是补助7000元 然后环保署是适你的太旧换新的旧车的部分 是补助两个集聚2000元或4000元 那如果大家可以看到我过去所跟大家谈的青年电动机车 也是以太旧换新优先 所以我们针对于太旧换新这个政策 我们跟中央是一致的 就是我们会以太旧换新为优先的申请 那我们刚刚谈到了3万的地方补助以及中央补助 加起来略略就在4万元左右 那经过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努力以及沟通 目前也已有一些厂牌有表达 愿意来乘坐大约在4万块元左右的电动机车 那所以未来我们还是会让这个新购的电动机车的这些青年朋友 用申请的方式来跟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来申请电动机车的补助 但是同时间我们应该会评选跟基隆市专案合作青年电动机车计划的厂牌 来作为我们的合作主要的一个对象 那一切都还要跟采购中心以及我们的政风处来一起讨论 如何来进行这个完整的采购 这个采购也将是会是基隆市政府首次如果来得及先做的话 就是首次会展开连政平台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来纳入我们这个评选方式的一个采购案 本府在经过了主计跟财政相关的研理后 我们还是能够还债超过一亿元以上 至于到底是一亿还是两亿三亿还债多少 这个要等我们最后的预算确认之后才能够来进行 所以这个采购案以及这个政策也还算是符合财政原则 所以我们未来也会把这样子的一个进度 在过两天的一个议会的临时会中 来跟我们大会的所有议员来报告 来接受他们的咨询跟说明我们的政策进度 那我们觉得这个是对青年朋友很有利的一个方案 也可以开启他们做公益的一个时段 那这个外界过去好像有误以为说 是要做满了公益做了好几年 才能够拿电动机车 我想这个是一个误会 我们在这个电动机车方案预算通过后 青年朋友符合资格 就可以跟本府来申请这样的补助预算 并且来申购4万块一台的电动机车 那他们就可以拿了机车后 就可以开始做公益 我们希望把它纳入在112年的追加预算 那也拜托拜托跟议会的我们的议员先进 那来拜托希望在今年年终之后 等我们把这笔预算说明清楚以后 希望能够来通过这笔的预算 那如果这笔预算能够通过劳务评选 能够顺利进行完成的话 我相信在今年下半年就可以来开始提供 这些青年电动机车给符合资格的朋友们 前提是他们有要开始做这些公益的行为 我们基本上这是112年的追加预算 暑假通过以后就有这笔钱了 那我们基本上就会跟这个车厂来洽谈整个时程 那我的目标当然应该是会是下半年比较后段的部分 但是我就是希望说在112年度的下半年的时间点 就要开始交车 就像我们过去所提到的 现在已经有主要厂牌 有表达愿意跟我们合作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但是因为他们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要更严谨 更确定以后才能够跟大家报告 那我也不断地跟各个厂牌说 这个是他们增加市占率一个最好的机会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信公司 主要不是赚手机费用 是赚他们的通话费 我相信有很多这些电动机车厂牌 他们是赚他们的这个电池相关的费用 也不一定是完全是站在要赚这个电动机车本身的 这个购车的费用 所以我鼓励这些厂牌尽量多来投标 多来参与 大家都有机会 我们最后希望市民拿到的是一个安全 效能好 快但是不要太快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厂牌的一台电动机车 所以刚刚贤秀姐讲得非常好 如果一个好的厂牌 它里面全部都是空的 都是烂的 那我们要不要这样子的电动机车 那如果是一个厂牌 没有最佳厂牌那么好 但它里面什么配备都有 那我们要不要考虑他们 所以实际上最后就是要让我们的整个评选 达到一个对市民朋友对青年朋友 最有帮助的一个选择 所以未来他们来竞标的时候 必须要把他们的规格功能等等 都要说明的清清楚楚 我们也不是就是说 因为他是谁我们就同意 当然也不会因为说 因为他有什么规格我们就同意 我们会做最佳的评选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启动我们的联政平台 我们要参与司法 要邀请司法单位在这过程中 要来共同参与评选 我们也希望除了心力也要防避 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启动联政平台 共同参与评选 我们当初就有说是78到92年次 入籍满三年 然后拥有驾照满一年 然后太旧换新优先 这样子的几个原则 我们要来推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